台東達人安碩部落主人 手上拿著鄉公所的被勘通知單 氣憤的在村幫工處前 等待鄉公所人員到來 主人表示 在自己的土地上種植農作物 還會被懷疑有違規使用土地 要鄉公所人員可可交代 去年應該是去年照片會拍到 這個部分你們現在是有種風力 對 當初開可能裸露的部分 所以衛星照到 然後水保局請我們來建地勘察 覺得這個時間拉太長了 應該是兩個月或是一季 三個月的時間就可以做比對 不需要再拖到一年 甚至半年以後 會覺得被課意 當然會有這種疑慮 台東達人段502 499 498 495等 八比地號 因去年主人種植農作物 前整理土地被衛星空灶 以示有違規使用土地 宣服要求在地主管機關會刊 主人表示這樣的情形已經好幾次 滑不來啊 又那麼遠的路來 對啊 又沒有什麼事啊 應該不需要這樣子 每年都要這樣子 這樣子報啊 連續好幾年了嗎 好幾年啊 去年 前兩年也都這樣子跑啊 我們土地上面的耕作 當然還是要依規定去申請 我們的水保的計畫 但是我會盡量跟我們的農業村 那個地方能夠簡化 我們鄉民的作業流程 我們盡量簡化 不要讓鄉民 制造很多的困擾 相公所表示 土地要開發 要依據水保法相關規定 申請計畫使用 主人認為每次要整地 就要申請覺得手續很麻煩 而且部落很多是老人在使用土地 根本不熟悉這些規定 期望政府相關部門 延商簡化申請土地利用的手續 至於巴比土地 經過會看後 土地都沒有違規使用的情形 雖然還給居民清白 但讓居民感到這樣的做法 很擾民 記者 蕭曼尼克大盛 台東達人 採訪報導